好啦,接續上一個實際操作1的進度 我們現在要操作第二個 foria 和 NGUI 要有一些前置準備的動作 前面已經知道怎麼要匯入套件 所以這邊應該大概都沒有問題 主要要注意的是這邊有一個範例素材的package 我準備了一些圖 也是一樣把它下載下來之後匯入 第二個問題應該是Unity SSD在哪裡呢 我現在來告訴你在哪裡 Windows SSD 那這邊是要下載Unity Jam的藍天模型 所以就直接打Unity Jam 搜尋一下 第一個應該就是這個 點進去 如果還沒有下載過的話 這邊應該會寫Download 就點下一個Download 然後應該會自動觸發Inpo的 那如果沒有自動觸發的話 要點這個 它會把所有已經下載過的列表在這邊 那你就直接寫Inpo 直接點Inpo就可以了 那到這邊應該沒有問題 因為它的素材很多 所以它有可能會 Inpo一段時間 大概幾分鐘吧 Unity講的Model是什麼呢 它是一個Unity公司推出的一個虛擬偶像 它代表Unity這套版體 它裡面有非常多的動作 等一下我們在AR場景製作的時候 會把原來的那個正方形的Cube 替換成Unity講 然後我們回到Unity 軟體裡面 發現它已經Inpo進來了 在這個地方 Unity講 那我們現在的場景是在 原來上一個範例中 最後做完的一個Cube 放在這邊 那我現在把這個Cube刪掉 我把它換成Unity講 Unity講在哪裡 直接在那個搜尋欄這邊檔 U-N-I-T-Y-C-H-A-N 這個是它原來的人物的模型檔 這個是Unity講 已經預製好的預製物件 就有點像AR、Camera、ImageTagget 已經做好的預製物件 這也是另外一個預製物件 那我們要用的是這個 Unity講AR Pose的使用 所以這個拉起來 放在這個ImageTagget裡面 出現了 這就是Unity講 那它現在這個Unity講 它的Ctrl了 你點一下之後會發現它是用這個 那這個的Ctrl了 它動作是 做完以後固定卡在那邊不會動 那這個可能比較沒有效果 那它這邊有另外一個Ctrl了 左邊這個 左邊這個 這個的左邊這個 它是用來 確認它連續動作沒有問題的 那這個Ctrl把它替換過來 Unity講Action Check這個卡住了 那它就會變成可以有連續動作 確定沒有問題 那到這邊 可以先Run一下看看 你會發現說 你會發現說為什麼我畫面看到的是長這個樣子 這樣子根本就看不到人 但它有在動 下一個動作 在跑步 下一個 下一個 動作 我要累 OK 那就確定它動作沒有問題了 那我們下一步會製作 這個畫面上面的 UI的介面 製作介面的時候 我們就需要用到MGUI來製作 我們的UI介面 那時候 Import一個Package 就是MGUI的Package 那一般如果我們下載的話 應該在這個地方 然後 如果從我這邊下載的話 是3.74版 開啟 應該是解壓縮之後 全部把它Import進來 裡面有非常非常多的範例 我們要開始製作 引破好MGUI 我們再引破另外一個東西 叫做 範例素材 這是我製作的幾張圖片 打包成一個 Unity的Package 這個 SSPackage 開啟 之後裡面有六張圖片 把它引破進去 引破完之後 我們要開始製作 AR場景裡面的UI 如果你已經有引破一NGUI的話 menu上面就會出現 選單上面會出現一個NGUI 那我們增加一個2D的UI 之後在這個2DUI裡面 增加一個貼圖 我不是這個貼圖 如果一開始的話 應該會長這樣 都沒有東西 那我要增加的貼圖是 選單的背景 選單背景是這個 這個貼圖 menu bar的貼圖 所以貼圖裡面的這個貼圖 要用成menu bar 拉過來 貼上去就變這樣 那我發現它長得很小在這邊 它應該是寬1440高1920 這邊 這邊14401920 然後 我們發現這邊 預覽的時候 根本看不到 那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的 2DUI的root 還沒有設定它的尺寸 要在這裡設定 點一下UI root之後 固定尺寸 寬度是1440 高度是1920 設定好之後 就看到它出現在正中間 那這看起來效果不是很好 那我們去調整一下 檢視的方式 調整成1440x1920 如果沒有按這個架 自己輸入1440x1920就可以了 那就變這樣 調整好之後 我把這個貼圖 menu的背景把它改一下名字 叫做menu的背景 那我們可以辨別它 然後再增加一個按鈕 這按鈕是要 讓大家回到主場景去的 這是AR場景 那我們要回到主場景 再增加一個貼圖 我們放在同一層 就好了 這個貼圖是 back 這個 然後它會放在位置 這不太對 大概在 -300吧 -300 大概在這位置吧 讓它回到上一頁 再來我們要讓這個按鈕有作用 所以在script裡面 這裡再增加一個東西 叫UI 叫做 button script 如果找不到 有可能是還沒匯入 那時候我們先匯入這個素材 script裡面 增加一個素材 button script 這是已經下載到下載資料夾裡面 就從那個課程我在裡面 就可以下載了 就在這邊 但這不能直接使用 必須要修改一下才能使用 就用我們點兩項 它預設會使用 Microsoft的Visual Studio開啟 這時候呢 我看到裡面的內容 大概是這樣子 在遊戲場景裡面 找一個this is button的物件 然後這個物件 被點擊的時候 會做這件事情 就是載入某個場景 那我們把這個this is button 這個beyond 這樣子 改成可以從外面 設定 所以把 私有的宣告變成 公開的 public 之後呢 再增加一個 可以設定的東西 叫做 場景的名字 然後把 找物件這個 動作 不要做了 我們直接在這邊 設定好之後 就可以 設定它要到哪一個場景 叫場景名 之後場景的名字 複製起來 取代掉原來這個 固定的 since2 的位置 好了之後呢 存檔 存檔好之後 回到 Unity的畫面裡面 來看一下 script的內容 有的 變動 這邊已經有一個button 可以指定 並且可以指定一個場景的名字 那button 就是這個 我們剛剛增加的 返回的 貼圖 然後 場景名字 叫做 man 先 預計它叫做 主場景 那就是man 然後 這貼圖 把它改一下名字 這叫做 back button 這個 AR場景的部分 大概就做到這邊 應該已經OK了 那我們跑看看 你發現有很多按鈕 左邊這些都擋住了這個back按鈕 所以這個很多這個是控制Unity講它的表情的 那我不需要這個 我們只要它有動作就好 那怎麼樣把這個弄掉呢 這個程式在這個地方 Unity講身上 有一個表情更新 不要打勾 那它就不會出現了 所以 所以 到這邊為止 AR場景已經建置好了 我們把它另存一個 場景 這原來的 Vephoria範例是 Cube在用的 那我們現在 新增一個 Unity講用的 叫AR 儲存 儲存好之後 我們開一個新的場景 這場景是要用來 製作主畫面的 這個Camera就不需要 因為我們到時候會有 UI的Camera 所以這也刪掉 然後 NGUI 然後Create一個 2D的UI 在2D的UI裡面 再Create一個貼圖 這個貼圖 是要 當作背景用的 重新命名 叫做 背景 那背景的貼圖在 這裡 主要 畫面的 Unity講的背景貼圖 然後它的大小是 1440x1920 但是 因為我們現在 UI錄的 又還沒設定 所以 看起來又很奇怪 那我再重新把它設定好 1440 高度 1920 OK 那它材料非常完美 那我們 背景加好之後 再增加 按鈕 增加 按鈕背景 按鈕背景就跟 AR的背景 一樣 AR的按鈕背景 這樣 那看起來就 有點設計感啊 改一下名字 再新增兩個按鈕 一個按鈕 一個按鈕是要連結到 Facebook粉絲團 一個按鈕是要 讓它 可以切換到AR的場景 所以新增兩個貼圖 一個叫做 FB button 一個叫做 AR button AR button的話 是這個 AR 拉過來 大小大概 256x256 FB的Button是這個 拉過來 大小也是256x256 那它們 各個 按鈕 如果按鈕要有動作的話 應該 要被能夠被點擊 被點擊 因為NGUI是一個 3D的虛模擬 2D的 UI介面 所以它必須要 增加一個 可以被碰撞 偵測的東西 這是 可以被碰撞偵測 所以 它的寬高的話 我先給它 200x200 因為它這個圖原來 256x256 但是 實際上是 沒那麼 沒那麼大 它外面是有一部分 是透明的 它只有空間 這部分 這部分是有圖的 設定好之後 兩個都給它設定 然後新增一個 空的 Squive 再增加按鈕 這按鈕是要 切換到AR場景 所以AR場景 拉過來 然後場景名稱叫AR 如果好了呢 跑看看 我先存檔好了 就桌面 然後跑看看這個AR 看它是不是能夠切換到AR的場景 不行 為什麼不行 因為我沒有在Build Settings裡面設定 場景都沒有在這裡面 所以它找不到那個名字是誰 是哪一個場景 原來這個就不要點底力度 就好了 第一個場景應該是Main場景 之後才是到AR場景 好了之後呢 我們再調整一下AR的位置 還有FBButton的位置 來看看 是不是可以連結到AR的場景 點AR 發現還是不行對不對 因為它的 碰動針側範圍太小了 FBButton是200x200 AR這台是一整一而已 正沒有修改到 要改一下 是200x200 最後啦 這樣應該可以啦 點 點點點點 過來了 那來了之後呢 點回去 點不回去 因為我們AR場景這個 沒有加碰撞偵測 OK 修改一下 存檔 打開AR場景 把AR的 按鈕上面 AR背殼的 背殼的按鈕上面 增加一個 運動針側 200x200 好 好 存檔 自行 那可不可以從這邊回去 可以 可不可以從那邊過來 過來啊 可以 那就沒問題啦 接著我們來設定那個FB超連結 那一樣是新增一個素材 這個素材是 URL Button Script 進來 進來之後呢 也是一樣要修改 一樣把試用懸告變成功能 然後再增加一個 URL 這個按鈕一樣是讓它可以直接從外面指定 那URL呢 也是把他OpenURL這個動作的URL 替換成這個 之後這沒問題了可以關掉了 在 問題裡面 加一個 是FB連結 增加一個 URL Button 然後 然後它的按鈕是FB Button URL是 FB粉絲坦 複製連結 切在這裡 好的 接下來就是 我看看吧 點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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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B粉絲坦 就連結上去了 OK 那麼 這樣子已經製作完成了 我們就在Build Settings裡面設定一個東西 Build Settings裡面 把自動旋轉關掉變成自立 直立拿著就好 因為我們並沒有做躺著的時候 手機躺著的時候的UI要怎麼表現 我們就固定把它直立就好 然後 Fill 覆蓋掉原來的ARPB 完成啦 完成之後就把它複製起來 轉到手機上面 Down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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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覆蓋掉原來的 最後在手機上面安裝跑看看就可以啦